香港区域法官杜大卫日前以袭击伤害罪 判处在雨伞运动期间暴力殴打 支持散运人士的7名警察两年徒刑 不过竟然有中共红二代在微博悬赏人民币1万元 雇人去殴打这名香港法官 中共军队已故少将蔡长元之子蔡小新 19号在微博转发一篇有关7警案判决的评论 并留言说 我愿意为实施殴打殷级法官杜大卫的人士 出资1万元人民币 说话算数 接着他又发文称 放心未来将加速收回香港司法权等许可权 不会拘泥于50年不变 大陆的官员红二代红老师那边都是那种专制思想 他们是无法理解民主社会发生的新闻事件 香港虽然97以后民主有所倒退 但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倒退的民主也比独裁好一万倍 知名网友秀才江湖说 其警案的判决恰恰反映出香港司法独立 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从而保证了香港不会出现类似雷洋案等冤情 其警案源于2014年10月 在香港占中运动期间 七名警察向占中示威者增建超施报 本月14号七人被裁定 袭击致造成身体伤害罪 罪名成立还押三天后 法官杜大卫在17号宣布 七名被告全部被判两年 不可缓刑 法官指被告们向毫无反抗能力的示威者 施以拳脚 是毫无理由的 但红二代蔡小心却声称 法官判的刑罚太过严苛 公然在网络号召用黑社会手段 恐怖主义手段来对付这位法官 此外环球时报20号也刊登社评 批评法官对七名警察的判决 像是足球比赛吹了偏哨的裁判 没有像香港政府一样 建立起对中国宪法和基本法的忠诚 香港大律师陆伟雄对媒体表示 被判罪的七名警察 如果认为法官判案出错 可以提出上诉 但不能出言侮辱法官 蔡小心的言论 已经涉嫌意图煽动他人触犯法律 假使香港警方决定采取行动 蔡小心一旦踏足香港 将可能面对司法后果 新疆记者李运 陈建民采访报道